中国女兰三连胜却突传会休息 中国兰协正式官宣 游民做众有指示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注本期的小明刘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访问各位球运朋友能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兰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可以说我体育健人表现非常出色 目前我们已经获得了6名金牌 可以说表现是可圈可点 与此同时 我们国家的另置优秀的队伍 也正在国外征战比赛 大家都知道中国女兰正在参加 贝尔格雷德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 比赛有三场 目前已经结束 中国女兰是三战全胜 获得小组第一 尤其是对面法国的比赛 可以说非常精彩 我们依靠内外线的串联 成功击败法国队 可以说女兰姑娘们表现 太好了 伴随着营球 女兰姑娘们是准备回国 但是就在刚刚呢 中国女兰是突传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呢 就在刚刚 中国篮球协会官方宣布 在回国前例行核酸检测中 中国女兰出访的队伍中 有两个人核酸检测 呈阳性 全队目前已经就地 进行隔离观察 推迟回国 这对于女兰姑娘们来说 确实是一个坏消息 中国女兰的队伍中 有两个人核酸检测 呈阳性 其他的24人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中国篮协也第一时间 启动了应急医院 虽然不知道是哪两位 但是这个消息呢 是篮协官方的一个消息 应该是非常准确的 可以说 邱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也是纷纷的表示关心 希望女兰姑娘们 没有什么事情 作为篮协主席尤明 也是在第一时间 作出重要指示 尤明也是表达了 对于女兰的关心和敬意 也是向大家表示 中国篮协有决心 有信心 一个都不能守得 把大家带回家 带到家人身边 可以说这番话 也是应该给邱主席点个赞 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 女兰姑娘们 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名留球 下期再聊